来在这边我要跟大家讲解 那个找maximum和minimum的题目的做法 so通常它第一个步骤呢 我们可以拿到ax加by等于c的一个relation 我们自己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relation 然后通过这个relation呢 我可以拿到我的c ay会是等于c-ax overb 第二个步骤呢 我们可以在那个题目找到一个function 然后那个function是有x跟y的 ok 然后它要optimum这个f 它也可以是luas area 一四八度了 ok so总之它就是一个optimum function 然后第三个步骤是怎样呢 就是说我sub我的那个第一个的 into我的第二个的 ok 我就会拿到我的function会变成了一个function of x而已 就没有y了 然后接着的时候呢 它的步骤就跟那个maximum的步骤一样 就是说我的df dx 然后等于0 然后我通过这一边 我找到我的那个x等于xnode 然后我拿到我的x等于xnode的时候呢 我可以就找我的y等于多少 然后我的f会是多少 ok 这两个呢 都是通过by sub ok 这个是第五个步骤啦 by sub xnode x等于xnode 然后我就可以找到我的y等于多少 我的x等于多少 然后接着呢 我们就还有第六个步骤 so我找第二f dx2 当我的x等于xnode的时候 ok 这个如果它是positive的话 它就是那个minimum negative的情况之下 它就是maximum ok so这个就是我们找maximum跟minimum的题目的标准 通常我们不是用positive negative的 就是说 如果我这一个是大过0的情况之下 它就是minimum 然后小过0的情况之下 它就是maximum ok so这个就是我们找maximum跟minimum的题目的标准 到准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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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不准备章 词